夏夹與兒子被趕走 創世紀二十一章八至十六節 孩子漸長就斷了奶 以殺斷奶的日子 阿伯拉罕切擺封聖的賢席 當時薩拉罕見埃古人夏夹 給阿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氣笑 就對阿伯拉罕說 你為這事女和他兒子趕出去 因為這事女的兒子 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殺 一同承受殘業 阿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 神對阿伯拉罕說 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事女憂愁 凡薩拉對你說的話 你都該聽從 因為從以殺生的 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至於是女的兒子 我也必使他的後裔 成立一國 因為他是你所生的 阿伯拉罕清早起來 拿餅和一皮袋水 吸了夏夹 搭在他的肩上 有把孩子交給他 打發他走 夏夹就走了 在別士巴的曠野走迷了路 皮袋的水用盡了 夏夹就把孩子撇在小樹底下 自己走開若有一箭之緣 相對宜座 說 我不忍見孩子死 就相對宜座 放聲大哭 經文讀筆 老師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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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